第十一章 上帝的护理 依上帝之护理的定义 我们已经考察了一般意义上的万有的创造,又特别考察了天使和人的受造,现在我要考察上帝对万有的护理。 我们认为,上帝的护理既不是上帝的预知,也不是上帝对将来万事的不变的预知,简第五章,而是上帝之预知的执行,也就是对万物直接的供应和处理。 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八节可以见到,上帝必自己预备做完祭的羔羊。 护理也被称为安排诗篇119篇九十一节,上帝的作为诗篇七十七篇十三节,上帝的手使徒行传四章二十八节,上帝托著西伯来书一章三节,上帝的行作万事以辅所书一章十一节,上帝的能力诗篇九十三篇一节,和上帝的顾念彼得前书五章七节。 海德堡教理问答对护理的描述非常清楚,也非常敬虔。 上帝用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能力,犹如用他的手,托住天地和万物,并且管理他们,以至一草一木,天晴下雨,风眠荒年,饮食起居,健康疾病,富足贫穷,一切都非偶然发生,而是出于上帝之手。 我们可以在患难中忍耐,在顺境中感恩,对于将来临到我们的一切,能坚定地信靠信实的天父上帝,任何受造物都不能使我们与他的爱割绝。 因为万物都在他的手中,他若不许,他们动也不能动。 护理是上帝的全能。 之所以如此,不仅仅由于护理是由全能者执行的,也由于护理特别指向这一全能对其受造物外在的执行。 所以,圣经中特别强调,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马可福音五章三十节。 护理是无所不能的大能。 我们来看创造之功的宏伟,受造之物,不可胜数,千奇百怪,各不相同,存在绵延,各从其类。 或有理性或无理性,或有生命,或无生命,不管是处于主动,还是处于被动,井然有序,毫离不爽。 万有的存在和运行,都是处于上帝无限的大能和智慧的护理之下,此情此尽,怎能不使我们发出由衷的凯探呢? 上帝以他护理的大能,成就他的旨意,所向无敌,无人能够拦阻,万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 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 以赛亚书十四章二十七节,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以赛亚书四十六章十七节。 护理就是上帝无所不在的大能。 这不既是指上帝无所不在的存有,特别是指他在万有之中推动的大能。 上帝的大能不仅仅展现在万有之中,也不仅仅是影响到起初的次因,由这次因进一步启动其他所有的次因。 上帝的这种大能渗透在每一寿造物之中,会同各样的次因,直接影响万有的最终结局。 所以,上帝的大能存在于万有之中,并彰显于一切存在和运动的事物之中。 如果我们对此有清楚的认识,我们就会在万有之中见到上帝护理的大能。 上帝的护理关系到所有的事物,这在自然和圣经中都有清楚的启示。 若有人否定上帝的护理,必定是一个无神论者,或者就如在黑暗中工作的岩鼠一样,是盲目无知的。 首先,请注意约伯所说的自然的见证,你且问走兽,走兽必只叫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只叫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 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呢? 约伯纪十二章七到九节 一,不管你遇到什么,都可以仔细思考,从各个角度来观察,直到你看出上帝在其中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大能。 每个事物都见证他自身的本质和存在,皆非源于自身,而是由上帝创造的,既不能自存,也不能自生。 自存或自生,都需要有同样的大能。 假如,事物是独立于上帝之外的,那么他就无需顺服上帝,而其存在和运行,则是与上帝处于同样的层面了。 二,请观察宇宙中万物的安排,都是那么的井然有序,万有各有自己的目的,并依次而运行。 请注意,它们在功能上并不是互相干预,而是彼此合作。 想一想,事物种类不同,律形各异,但却毫不混乱。 你看那没有生命的物体,也是各就各位,有条不紊,虽然它们并不晓得其中的意义。 日月星辰都知道自己的行程,按时升起,按时落下。 潮起潮落,皆有定时。 飞鸟往返,各都晓得自己的时候。 各样的花草,都知道何时发芽。 每一个物种都保持不变,不管是在种类上,还是在繁殖的形式上。 自创世以来,它们就一直如此,什么也没有失落,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 按数目领初,你一一称其名。 因它的全能,又因它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以赛亚书四十。 章二十六节 三,想一想,国家的兴亡,战争的后果,那些未曾预料到的事情,却是意义深远。 想一想预言极其成就的方式,超乎寻常的瘟疫,临到那些特别不敬畏上帝的人,而敬虔之人则是意外地得蒙拯救。 他们的祷告蒙回应,在自然和恩典之中,各种事情以奇妙的方式发生。 在这一切的事情中,如果没有见到上帝的护理,必定是全然盲目了。 四,所有人内心都有对上帝的认识。 这种对上帝的感受和承认是普遍存在的。 此外,人的心中都有这样的印象。 通过观察,人在认识程度上或有不同,也有一些人想方设法要否定一切,做一个无神论者。 然而,这种对上帝的意识仍然存在于他们的心中,是无法彻底抿除的。 我们希望,那些如同田野的走兽一样,对此缺乏认识,对上帝制若网闻的人,能够像尼布甲尼撒一样,恢复正常,与他一道承认,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 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 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 但以礼书四章三十五节。 五,承认上帝的存在,就必定会承认上帝的护理,因为这二者是彼此确认的。 其次,上帝的护理在自然中是很显明的,同样,在圣经中表达的也非常清楚。 任何人只要把圣经视为上帝的圣言,就不会否定上帝的护理这一教义。 然而,有些人肆意歪曲圣经,他们看起来仍是在讲上帝的护理,但内容却是完全偏离了。 当我们继续探讨这一教义的时候,就会发现有许多经文证实了这一教义。 在此处,我们只是提及以福所书一章十一节,其中说道,这原是那位随即一行做万事的。 只有那些没有智慧的人才会敢于妄言,假如他来管理这个世界,就会比目前的状况更智慧,更美好。 假如这样的渔人来治理世界的话,他不会让雨水降在海面上,因为海里已经有充足的水分了。 他也不会任凭如此之多的高山、岩石、荒野存在。 他会善待那些行善的人,恶待那些作恶的人。 可怜的人啊。 他这样骄傲自大,冒冒失失,会立即把世界搅乱得天翻地覆的。 上帝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突然的,他的每一作为都各有其用,奇妙非凡,其智慧无法测夺。 天使目睹上帝的护理,就为此而赞美他。 那些心思意念的蒙光照的人,敏感地观察到上帝一切的护理,当下相信,并认真考察。 这一切对于人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 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一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和西阿书十四章九节。 请注意罪在世界上所造成的影响,这会进一步向你证实上帝的护理。 上帝的护理之功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保守、合作与治理。 2.上帝第一项护理之功,保守 保守就是上帝直接的,赋予能量的大能。 借此大能,普遍意义上的所有的受造之物,以及每一个别的受造之物,都被保持在其各自的本质和存有之中。 上帝不仅保守各样的生物,赐给他们饮食,还直接赋予他们保存自己的存在所需要的能量。 如果没有这种能量,食物本身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我们生活、动作。 存留都在乎它,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万有也靠它而立。 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常用它全能的力量拖住万有。 西伯来书一章三节。 假如上帝把这种保守和直接的影响收回片刻,受造物就会立即归于乌有,因为任何受造物都不能离开上帝,单靠自己而存在。 受造物一词本身就也含了这个意思,就誓愿上帝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约搏击六章九节,你掩面,他们便惊慌,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 归于尘土诗篇一百零四篇二十九节。 上帝创造的一些受造物,从其受造的方式来看,他们离开上帝这种赋予能量并予以保守的大能,就没有其他任何方式维持他们的生存。 其他一些受造物,在上帝的创造中,需要各样地上的供应。 在各种方法之间,都有着刺音的联系,这些都是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的。 低级的刺音经常为高级的刺音所用。 高级刺音与低级刺音之间有音国的关系,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心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明和西阿书二章二十一,二十二节。 上帝已经指定生物都要靠饮食生存,他亲自给他们提供饮食,耶和华呀。 人民,牲畜,你都救护,是篇三十六篇六节,他四十,给走兽和提窍的小乌鸦,是篇一百四十七篇九节。 上帝自身并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工具本身如果没有上帝保守的大能,也无法保守生物的存在。 然而,上帝仍然使用工具,显明他的智慧,全能和美善,使有理性的收造物,因此更加明白他的护理,在上帝的护理中喜乐,并为此而赞美他。 一般而言,上帝在其护理中是使用工具的,但有时他也以非凡的方式彰显他的威严和主权。 一,有时他是使用本来并不充分的工具。 上帝对以利亚,那位寡妇及其儿子的保守就是如此,他用一点面和油来长期地供养他们,列王记上十七章事节。 同样,主耶稣基督也是用五饼二鱼来喂饱五千人,约伯基六章九,十节。 二,上帝曾经在一段时间内,不用任何饮食而保守人的生存,比如摩西、以利亚、基督,他们每人都曾长达四十天之久,不进任何饮食,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八节,列王记上十九章八节,马太福音四章两节。 三,上帝也曾经终止自然力量,从而保守一些人的生存。 上帝曾经这样保守过三个年轻人,使他们在烈火的窑中没有被烧坏,但以理书三章十七节。 他就把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使红海之水在两边立起如垒,直到以色列人如同在干地上经过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二节, 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也是如此,约书亚记三章十六节。 主曾经使太阳停住,约书亚记十章十三节,也曾经使太阳后夷十度,列王记下二十章十一节。 三,上帝第二项护理之功,合作。 上帝的第二项护理之功就是合作,这就是说,上帝的大能与受造物的运动同时发生。 所有的受造物都从上帝那里得到了一个独立的,特别的存在方式,他们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运动。 他们自己使自己运动起来,比如人走路,说话,工作等,这一切都是他处于他自己。 当然,每个受造物的存在都是因着上帝赋予能量并予以保守的大能,没有上帝的这种保守,任何东西都是无法存在的,所以受造物的活动都是借着上帝合作的大能的影响而产生的,否则就不会有任何运动。 受造物存在的方式是这样,他们运动的方式也是如此,他们的存在和运动都依靠上帝。 一,千万不可把上帝的护理理解为,上帝那保守一切受造物之存在和运行的大能停止了,受造物进一步的活动和管理都自己运作。 准确地说,上帝的合作就是在受造物之中保守,启动并持续的大能,正是这一大能影响了受造物的运动。 二,我们也不要认为,上帝这种合作的大能是一种一般性的,有区别的或有比例的影响力,并不决定受造物的活动。 因此,活动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是由受造物自己决定的,受造物愿意怎样行,就可怎样行。 正如太阳一样,它对地上知识的影响只是一种一般性的影响,诸如植物的生长,兽类和人类的繁殖,尸体的腐烂,鲜花的芬芳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对象和效果是不同的,但赋予能量的影响力则是一样的。 我们不要认为,在主权和智慧上,至高无上的上帝,与各种各样的受造物合作,是一种泛泛的超脱的方式,并不对受造物的行动加以规范,而是受到受造物本身的规范。 也不要认为,这样就为造物主提供了合作的机会,使他可以根据受造物的美意来参与合作。 如此以,来,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根据自己的想法来使用太阳、风、水和火了。 事实并非如此,上帝借其智慧的、主权的、特别的行动,赋予受造物力量,他的活动是在受造物的活动之前,并以此决定受造物活动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的。 同时,保守运动中的受造物,直到完成所进行的活动。 三,我们也不能把上帝的这种合作理解为消极或积极的建议,也不要把上帝的合作视为一种未受造物,提供机会和对象的行动。 准确地说,上帝的这种合作是指物质性的,假如在此处的上文下理中我们可以使用这个词,自然的、直接的、大有力量的影响力,使受造物自愿地运动起来。 四,这种合作也不是间接性的,正如将人使用工具,或月亮使用从太阳反射的光影响地上的物体并光照大地一样。 这种合作是直接性的,上帝用他自己的全能,借助他自身的存有,赋予能动的受造物各样的力量。 直接发自上帝的起初的次因是如此,其余一切的次因也是如此。 上帝并没有启动第一个次因,然后就任凭第一次因是其余的一切运动起来。 因此,他直接参与起初的次因所带来的各样后果,尽管我们在看待彼此相关的受造物时,要把它们视为是上帝手中的工具。 5.另外,也不要把这种合作视为在受造物的活动中,上帝的参与是并列性的,正如两匹马拉一辆车一样。 5.假如我们这样理解,就意味着受造物借助上帝所赐的内在能力,可以独立运行,并不是由上帝赋予力量,使他运动起来。 5.这还意味着上帝只是加入运动的受造物的活动,共同完成这一任务,上帝和受造物各自运用自己的能力。 6.然而,上帝的启动是先于受造物的运动的,并在对象、地点和时间上,为受造物立定了特别的规范。 6.如此启动并决定了受造物的运动之后,上帝又进一步地参与受造物及其运动之中,从而完成他所定义要完成的。 7.因此,上帝的合作并不仅仅是指他那保守万有之存在和运行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大能,同时也指特定的、物质的、自然的、直接的、有形的运行,借此他在受造物的每一运动之间引导受造物的每一运动,并保守每一运动中的受造物。 8.因此,上帝遍及所有的次因及其运动,直至他们最终的结果。 索西鲁派、罗马天主教和阿米念派对此予以否认,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解释。 这一真理既得到了圣经的证实,也得到了自然的证实。 首先,在整个圣经中,这是非常显明的。 比如在《使徒行传》17章28节中,清土地区分了受造物的存有,being和运动,motion,正是人的存留和动作都在乎上帝。 我们的运动在乎上帝,就是说我们是因着上帝之大能的影响而运动的。 在以下的经文中,也有清楚的例证,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 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诗篇139篇13,14节,你不是导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柄吗? 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羽巾,把我全体联络,约伯计十章时,11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笼沟的水,随意流转,真言21章一节。 水是按他自己的走向流转,但是上帝引导水,使水完全按上帝的旨意运行。 禁。 管君王的心或许远远地高于臣民,但离开上帝仍然无法运行。 君王或许根据自己的愿望,制定诸多的计划,以赛亚书十章十五节讲道, 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 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 好笔棍抡起那锯棍的,好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 先知说,辅、锯和棍都无法自己运行,必须先有人启动。 同样,其他受造物和人都是如此。 上帝借其合作性的影响,使他们运动起来,也与其各自的本性相符。 上帝使太阳普照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 上帝使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是世纪五章二十节。 大卫承认,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服在我以下,是篇十八章三十九节,因为你们励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 心理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菲利比书二章十三节。 其次,从理性和自然本身来看,这也是很显明的。 一,运行的方式先于存在的方式,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原则。 既然每个受造物的生存都是以上帝为倚靠的,同样,其运动所倚靠的也是上帝。 二,或者人是完全独立于上帝的,这种观点是极其荒唐的,因为既是受造物,却独立于其创造者,这是自相矛盾的,或者人是依赖性的。 二者必居其一。 既然人是依赖性的,他在其运动中也是依赖性的。 否则,在这一领域中他就是独立的了。 假如在运动的领域中人能够独立,那么,在其他的领域中他也能够独立,结果在所有的领域中他都能独立自存了,而这是与受造物的本性不相符的。 三,假如不是上帝赋予能量,使各个受造物运动起来,就没有必要如此祷告。 自我乐意的灵,诗篇五十一篇十二节,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诗篇一百四十三篇十节,把守我的嘴,诗篇一百四十一篇三节,也没有必要为战争的得胜,或其他事情求告上帝。 然而,上帝吩咐我们祷告,很显然,是上帝用他合作的力量,赋予各个受造物活动的能量。 假如不是上帝赋予能量,使受造物运动起来,也不需要为身体或灵魂所得到的福分感谢上帝了,因为这并不是上帝行的,无需感谢他,所当感谢的是自己,或其他给予赐福的受造物。 四,这样,上帝就不是主了,而是受造物的奴仆,正如太阳一样,人愿意怎样使用,就怎样使用。 上帝所发挥的只是一种普遍性的影响力,人随时可以具体化,加以使用,如何使用上帝的影响力,要由受造物来决定。 那么,人就不能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而是当说,主当根据我的愿望来发挥他的影响力。 如此而言,重要的不是上帝的旨意,而是人的旨意了,这是与雅各书四章十五节相悲的。 四上帝并不是罪的作者 既然我们如此主张上帝合作的护理之功,或许有人这样想,这一教义所得出的结论就是,一切运动和活动只有一个原因。 那么,上帝就是唯一的活动者,而人和其他所有的受造物都是完全被动的,正如乐器的琴弦一样,只有通过演奏者的波动,才会动起来。 我对此的回答是,绝非如此,虽然受造之物互相作用,彼此相关,上帝使用他们成就他的工作和旨意,但他们仍是他们运动和活动的主要原因。 当然,这并不是相对于上帝而言的,并没有说他们是独立于上帝的,而是相对于其他的次要原因以及他们活动的结果而言的。 结果虽然只有一个,但导致结果的原因则有两个,这并不是自相矛盾,尤其是当同一结果是由两个渠道以不同的方式生成的时候,更是如此。 有人之所以主张上帝的设计是所有运动,行为和活动的唯一原因,所以人是完全被动的,是因为对上帝的大能和智慧盲目无知而导致的。 圣经和自然都反驳这种错名。 首先,既然上帝为人制定了律法,附加的有应许,也有警告,那么,人就不是被动的,他自己就是他所行的事的动因。 上帝不会把律法加在自己的身上,也不会向自己应许什么,更不会向他自己发出警告。 既然负有应许和警告的律法是赐给人的,目的就在于规范他的行为,所以人是能动的,从而得到所应许的祝福,或受到所警告的咒诅。 其次,假如人在其所有的活动中都是被动的,他就不当受惩罚了,因为惩罚的施行是为了公义的缘故,是因为人违背了律法。 假如人什么也没有行,他只不过是被动地承受上帝的活动,他就没有犯任何罪,这样,以公义为基础,他就不当受到惩罚和定罪。 第三,假如人只是消极被动性的,在人的运动和行为中,上帝是唯一的动辄,那么,所有的运动和行为,不管是自然性的,还是犯罪性的,上帝是绝不会有罪的,就都是上帝所行的了,都要归给他。 那么,行走,说话,写作,阅读的就不是人,而是上帝了。 在这种情况下,人既不需要祷告,也不需要相信,而是上帝向他自己祷告,借助耶稣基督相信他自己了。 人也不会犯败偶像的罪,也不会忘用上帝的圣名,不守安息日,不顺服父母,仇恨邻舍,向他人发怒等等了。 人也不会与上帝为敌,既然人是被动的,没有任何能动性。 这样就会把一切都归诸上帝,最终所导致的,当然是亵渎上帝了。 第四,圣经上说得非常清楚,是人在行走,看见,听话,说话,相信,祷告。 圣经上也说,是人犯罪,从而当受惩治。 要把提及此事的经文一一列举出来,当然没有必要,我们只是略举几个好了。 保罗说,因为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 保罗又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腓利比书二章十二,十三节,这正是了他在上面的说法。 上帝是这一活动的动力音,ficient cause,但人也是同意工作的主体音,subjective cause,是他自己发自内心地进行这些活动的。 因此,必须把这些活动归诸于人,原理如下,名称应当归于形式音,formal。 cause 在腓利比书二章十二节至十三节中,劝勉人向着得救竭力追求,晓得自己的本分,奋发向前。 同时,圣经又小于人当明白自己的罪性和灵命上的无能,不要自以为自己的意志有何美善之处,圣经中也从来没有鼓励人靠自身的力量来努力达成目标。 另一方面,当人晓得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圣经也没有让人灰心丧气,而是鼓励人说,上帝是他的帮助者,他就是人的行动的创始者,他在人的心中大有能力地做工,人当抓住这种力量,并靠着这种力量积极行事。 一一一,这种合作会不会使上帝成为罪的原因呢? 回答,绝不会。我们必须区分行动本身与行动所发生的背景之间的不同。 比如理解、愿望、看见、听见、说话、工作,这些都是人的行动,而上帝的律法则是人的行动展开的背景。 行动本身是自然的,既非善,也非恶,但是,当从上帝所启示的律法的框架来看的时候,这种行动就有善有恶了。 就以行动而言,不管是其主体、时间、还是方式,都当根据上帝的律法来判断善恶。 当我们谈及上帝的合作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是这种行动或活动本身的自然方面。 上帝的合作不是指这种活动的滥用,也不是指对律法的亏负,更不是指在这种活动中的恶。 一个人可能是另一个人身上某种活动的原因,但并不是与这种活动相伴的罪恶的原因。 政府让施行惩罚的人惩治小偷,但是,如果有,官人员虐待小偷,原因并不在于政府。 音乐家使琴弦发出声音,但并非让他发出不和谐的声音。 这不和谐的原因是从琴弦发出的。 骑士骑马,使马减刑,但它并不是马剥刑的原因,马之所以剥刑是因为马本身有毛病。 关于上帝的合作也是如此。活动本身是发自上帝的,但因着人心中的败坏而破坏了。 所以,罪的原因并不是上帝,而是人。 一、二,既然上帝的这种合作是启动性的,并且是决定性的,难道不会排除人意志的自由吗? 回答,绝不会。 意志的自由并不是一个中立性的东西。 这就是说,人的意志与人是否做某事并不是漠不相关的,而是有着必然的联系。 人的行动来自人自身的选择和喜好。 上帝的合作使人能够行与他本性相合的事,这就是说,人是通过行使他自己意志的自由而行动的。 因此,上帝的合作和人的意志二者之间是和谐的。 上帝粗动人的意志,然后人行使自己的意志。 5.上帝的第三项护理之功,治理 上帝的第三项护理之功就是治理,上帝借此治理之功,管理万有并美一事物,是他所预定的目的成就。 上帝的圣言始终教导我们,是上帝治理万有,引导一切。 耶和华作王,诗篇九十三篇一节,这原是那位随即行作万事的,以福所书一章十一节,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二十四节。 我们可以把上帝对万有的治理分为四个方面,独立的实体,大小,善恶,以及万事的结局。 首先是上帝对独立实体的治理,不管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 有生命的实体,又分为有理性的和无理性的。 有理性的实体就是天使和人。 上帝管理天使,因为天使是奉差前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西伯来书一章十四节。 人的对话,也完全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真言十六章一,九节。 无理性的受造物有的有感觉,有的仅仅是植物性的存在。 那些有感觉的无理性生物,处于上帝的管理之下,比如飞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你们的天赋,尚且养活他,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六节。 上帝也管理所有的走兽。 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猎王记下十七章二。 五节 耶和华召出蝗虫,懒子,蚂蚱,剪虫,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约尔书二章二十五节。 他管理海中的鱼,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避得着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六节。 花草树木也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踏实草生长,给六处吃,使菜书发肠,供给人用诗篇一百零四篇十四节。 参考,诗篇一百四十八篇,诗篇二十九篇三节,耶利米书十章十三节。 第二就是事物的大小,这也处在上帝的掌管之下。 不管是巨大的物体,还是微小的物体,都无法自己掌管自己,他们都需要上帝的治理。 微小的物体,哪怕是最小的,他们的环境,生发和运动,也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 上帝创造了一切,即使最微小的物体也是他造的,都是为了使他自己得荣耀,他们的存在也都是因着上帝的影响力,是上帝在治理他们。 我们衣服上的钮扣,脚上所穿的鞋子,甚至我们的头发,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马太福音十章三十节,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活了的气味,但以礼书三章二十七节,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生命纪二十九章五节。 第三就是事物的善恶,这也处在上帝的掌管之下。 一切美善的东西,不管是在自然领域中,还是在恩典领域中的,都是来自上帝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投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亚哥书一章十七节,祸就是对罪恶的惩罚,对罪恶的惩罚是由上帝发出的。 上帝掌管对罪恶的惩罚,祸福都是由他发出的,他或者是作为公义的审判者,或者是作为慈爱的父亲,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 耶利米埃哥三章三十八节,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 阿摩斯书三章六节,然而,罪并不是从上帝发出的,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以赛亚书六章三节,上帝是光约翰一书一章五节,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 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上帝,又公义,又正直,生命纪三十二章四节,上帝断不治行恶,全能者断不治作孽,约伯纪三十四章十节,在他毫无不义,诗篇九十二篇十五节。 既然上帝禁止罪恶,并对罪恶加以惩罚,显然,他并不是罪恶产生的原因。 这是我们应当在世人面前,竭尽心力讲明的。 所以,如果有人说,在改革宗教会中,教导上帝是导致罪恶的原因,这纯粹是恶意的毁谤。 六上帝的治理和罪 无论如何,上帝的治理仍然是包括罪的,否则,整个犯罪的人类就在上帝的治理之外了。 凡是相信上帝的圣言的人都不会否定上帝对罪的治理, 我们就是根据上帝的圣言来清楚地证明上帝对罪的治理。 要正确地理解上帝对罪的治理,我们必须注意与最相关的三件事,自然活动。 自然活动的偏差,上帝借其治理使这种活动转恶为善。 一,自然活动是由上帝发出的。 我们在探讨上帝的第二项护理之功合作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二,我们接下来就会证明上帝管制罪,使其转恶为善。 三,偏离,就是对上帝所赐予的能量的滥用,是这种能量的败坏,是在方式和目标是脱离常规,不管这种活动是内在的,还是外部的,都不是从上帝发出的,而是发自人自己。 人绝不能脱离罪行,因为是他败坏了他的活动所依赖的能量。 上帝对罪的治理包括,一,罪的开始,二,罪的进展,三,罪的最终结局。 第一,是上帝首先容许罪的发生,我便认凭他们心理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诗篇81篇12节,他在从前的世代,认凭万国各行其道,使徒行传14章16节。 上帝容许人犯罪,但是并没有让罪人脱离律法的要求,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上帝就是批准人犯罪,他就无法对罪人加以惩罚了。 然而,上帝容许罪的发生,他并没有拦阻罪人不犯罪。 当然,上帝是能够拦阻罪的发生的,而且,有时,他确实这样做了,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创世纪20章6节。 上帝对罪的容许,并不是漠不关心地看着,任凭罪人,自行其事,而是他主动地允许,并不是针对罪本身,而是针对环境。 上帝并没有强制人放弃他的意志,硬性改变罪人意志的自由。 即使在上帝拦阻罪人,不让他犯罪的时候,他也决没有消除人意志的自由,比如在拦阻亚比米勒犯罪的时候,就是如此。 上帝对人所施加的影响,都与人的本性相合,使人不管是采取行动,还是按兵不动,都是完全出于他自己的意志。 这种主动性的允许包括以下的行动。 一,从人体的观能和活动角度而言,人的活动都是自上帝发出的,上帝用他大有能力的影响来限制他,使他能够存在,能够行动,如此人才能工作,活动。 二,上帝容许环境出现,假如人是完美的,他就会善用各样的环境。 虽然人并不完美,但他仍然有责任正确地运用各种环境。 但是,因着人自身的败坏,他就对环境加以滥用。 当大卫看到八十八的时候,他就欲火中烧,撒末尔记下十一章两节,听了先知以地亚的话,亚哈王也是勃然大怒,灭亡记上二十一章二十节。 甚至,律法也激发我们的贪欲,然而最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较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罗马书七章八节。 三,当人有机会,并且倾向于犯罪时,上帝从人收回抵挡罪的能力,拒绝把新的恩典赐给人,上帝这样行是公义的,这是他主权的作为。 他按自己的每一离开,那有罪恶倾向的人,使他能够并倾向于各样的罪恶,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耶利米书十六章十三节。 四,作为对前罪的公义审判,上帝收回他,通常对罪人所行使的约束力,任凭他自己独行其事,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前使者,上帝离开他,要试验他,历代之下三十二章三十一节。 五,作为公义的审判,上帝把罪人交给他自己的邪情私欲,从而以罪罚罪,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癖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 故此,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铁撒罗尼加后书二章十一节,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撒摩尔记下十六章十一节。 六,上帝容许魔鬼对人自由活动,大师伎俩,利用人心中所生起的各样私欲,使人罪上加罪,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撒摩尔记上十六章十四节,你谎言的灵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 猎王记上二十二章二十二节。 七,上帝使人心刚硬,硬如坚实,从而任凭罪人,对罪毫无意识,冥完不化。 上帝亲自用过这样的表达方法,说明这是他所行的,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法老心理刚硬,出埃及记七章三十三节。 上帝这种使人心刚硬的行为,并不是向人心中注入罪恶或犯罪的性情。 上帝使人心刚硬是上帝神圣和隐秘的作为,由此而以非同寻常的方式,把人身上常见的,但却被滥用的恩赐收回。 然后,上帝就悄然撤离,人对上帝或良知就没有任何的印象和感觉了。 上帝离开罪人,任凭罪人受制于他自己强烈的邪行私欲,并容许撒旦任意而行,使罪人只能犯罪,并因为持续犯罪而刚硬。 因此,归诸上帝的也归诸法老,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应着心不肯听他们出埃及记八章十五节。 这就是上帝在人犯罪之时对罪的治理。 其次,上帝对罪的治理也延及罪的进程。 上帝决定程度、时间和限制,这就是说,只能到这种程度,只能这么长时间,不能超越。 我们在拉班身上可以见到这一点,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上帝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 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 创世纪三十一章二十九节。 以扫本来定义要害雅各,但最后却与他亲嘴,创世纪三十三章四节。 巴兰为了得不易的功架,本来要咒诅以色列人,但他每次都不得不祝福民书纪第二十四章。 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于他,约伯纪一章十二节,只要存留他的性命,约伯纪二章六节。 第三,上帝的治理也延及罪的最终结果。 他对罪的治理,或者是为了显明他的公义,彰显他的恩惠,忍耐和怜悯,或者是为了使他的儿女得意,使他们谦卑谨守。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 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抢才为卤物,夺货为略物,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 我必伐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以赛亚书十章五到七节,十二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 这样的结果并不是自然从罪生出的,也不是在人犯罪之后,上帝才决定从罪中提取好的结果。 上帝早已预定如此使他自己得荣耀,并把特定的会议赐给他的儿女,他使用人的罪恶,以圣洁的方式使结果成就。 尸体的腐烂并不能污秽太阳,同样当人和邪灵犯罪的时候,上帝仍是保持圣洁, 不管是在罪的开始、进展,还是在最终结局中,上帝总是以圣洁的方式动工。 上帝使用罪人,仿佛他们就是执行者、狮子、狗熊,目的就在于通过他们的愤怒来施行他的审判,从而用弯曲的拐棍来直接击打罪人。 第四是上帝对万物结局的护理。 这些结果或者是必然性的,或者是偶然性的。 因此,包括人自由的行使意志的自由所造成的一切,战争的胜败,婚姻的与否,死亡的日期等。 首先,有些结果是肯定性的,是必然的,是由大自然的法则和次序决定的。 比如日月的运行,日时月时的发生,潮起潮落,火苗上升,重物下降。 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在上帝的治理之下。 在以下的经文中证实了这一点,你安置月亮为定节令,日头自知陈诺。 你造黑暗为业,诗篇104篇19,20节,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不义,诗篇119篇91节。 然而,上帝能够敢于这既定的程序,使自然进程逆转。 主曾经因着约书亚的祷告,而使日月停止运行约书亚纪10章13节, 他也曾经在西西家的要求之下,使日头后退十度,猎王纪下20章11节。 主曾经使斧头飘在水上,猎王纪下6章6节, 也曾经使三个年轻人在烈火的窑中毫无损伤,但以礼书三章25节。 预言也是必定要成就的,即使上帝也不愿意加以改变,而他的收造物也无法改变。 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 马太福音26章54节。 其次,有些事情的结局是有偶然性的。 当然,对于上帝而言并非如此,对于上帝来说,即使最微小的事情也不是偶然发生的。 他的计划必定成就,他完全按他自己的每一页而行。 但是,相对于次因他们本来能够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和因果关系而言, 事情仍然是有偶然性的,因为所出现的结果出人意料, 既不在计划之中,也超出常规。 然而,这些偶然性的结果,也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 上帝按他自己的计划和旨意,确定无疑,毫无拦阻地使这些结果得以成就。 这在人的突然,被杀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使上帝使这种死亡的击打,临到被杀的人身上的参考。 生命纪19章5节,除埃及纪21章13节。 还有什么比抽签更出人意料的呢? 然而,即使抽签这样的事,也在上帝的掌管之。 下,他使抽签的结果,合乎他的旨意,牵放在怀里, 定是由耶和华真言16章33节。 这典型的体现在约拿,约拿书一章7节, 和约拿丹的事上,撒末尔纪上14章42节, 抽签的最终结果仍是落在他们的身上。 麻雀从房顶上落下,头发从头顶上掉下, 在大自然中,还有比这种事情更出人意料的吗? 然而,这些事情也一一都在上帝的护理之下, 若是你们的腹部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马太福音十章29,三十节。 第三,人自由行使自己的意志, 由此而发生的所有活动,也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 上帝并没有消除人意志的自由, 也不会强迫人违背自己的意志行使。 他引导人的意志,管理人的意志, 或者是借着内在的爱好, 或者是借助外部的环境或事件, 使人通过自己定义,自己喜欢, 成就上帝所预定的事。 在以下的经文中,证实了这一点, 它是那造成你们众人心的诗篇33篇15节, 舌头的应付, 由于耶和华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真言16章1,9节, 他使他,王的心,随意流转, 真言21章1节,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斐力比书2章13节。 第四,上帝掌管战争的结局, 打发一个国家, 去惩罚另外一个国家, 或让他们互相惩罚。 上帝并不是总让那些在数量上最强壮的, 最有谋略, 最勇敢的国家得胜, 而是完全按他自己的旨意, 他让哪个国家得胜, 哪个国家就会得胜, 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 二人焉能, 使万人逃跑呢? 生命纪32章30节, 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 胜过强盛的, 历代之下14章11节, 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 勇士不能因利大得救。 靠马得救是枉然的, 马也不能因利大救人, 诗篇33篇16, 17节, 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 得胜乃在乎, 耶和华, 真言21章31节。 在圣经中, 很多地方讲到上帝 把一个国家卖给 或交在另一个国家的手中, 所显明的就是这一道理, 参考, 试诗。 纪三章八节, 六章一节。 第五, 婚姻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下, 是他引导伴侣到每个人的面前。 有些婚姻的结合, 是上帝对他们罪的审判, 有些是为了责备, 有些则是为了双方灵魂 和身体互相安慰。 在婚姻之中, 那些特别的方式 和超长的事件 是何等的难测呀? 然而, 上帝仍然是按他既定的旨意 掌管婚姻之事, 只要世界还存在, 就会有一些婚姻 特别显明上帝的护理。 上帝呀, 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 愿那女子, 就作你所预定, 给你仆人。 以撒的妻, 创世纪24章12到14节, 唯有贤惠的妻, 是耶和华所赐的真言19章14节, 所以, 上帝配合的。 马太福音19章6节。 第六, 上帝决定每个人的寿数。 人的生死都在上帝的预定之下, 既不会早, 也不会晚。 他死亡的地点和方式 都在上帝的预定之下。 在上帝预定他死亡的日期之前, 上帝会供应饮食和住处, 保守他的身体。 但是, 到了他该死的时候, 即全世界所有的医生, 也不能延长他的生命一小时。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使徒行传17章26节, 人的日子既然限定, 他的月数在你那里, 你也派定他的界限, 使他不能越过约伯纪14章5节, 你是我的年日斩如首掌, 诗篇39篇5节。 参考第五章 7.上帝的护理与工具的使用 我们已经说明, 万有都是按着上帝的御旨而运行的, 毫无例外。 然而, 上帝在成就万事的时候, 一般是借助各样的工具而进行的, 他也吩咐人使用这些工具。 当工具得到正确的使用的时候, 通常上帝就祝福他自己的护理。 哪怕是一个不敬畏上帝的农夫, 只要他适宜的耕耘土地, 一般都会得到好的收成。 一个敬畏上帝的农夫, 如果在劳动的时候, 松松垮垮, 最后的结果就是两手空空, 一无所获。 然而, 当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竭尽全力时, 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工具, 上帝也肯定会予以祝福。 假如不想使用上帝所命定的工具, 却想有所收获, 这就是在试探上帝。 假如我们对这一上帝护理的教义正确使用, 就会得到极大的益处。 盲目的, 属血气的未归正之人, 从这一教义中既不会得到什么益处, 也不会从中得到安慰。 在他日常遭遇非凡的考验时, 即使他见到过上帝的护理, 也相信上帝的护理, 他仍然从中得不到什么。 他的耐心是强迫出来的耐心, 因为他也无法做到发自内心的人带。 他把自己交托给斯多噶哲学所提倡的命运, 说, 环境就是如此, 谁也无能为力, 当他不能按自己的想法行事的时候, 他就尽力而为。 既然上帝与人为归正的人为敌, 他怎能用上帝的护理来安慰自己呢? 假如他不悔改归正, 临到他身上的一切都是他, 走向万劫不复之地。 因此, 上帝的护理对他来说是极其可怕的。 然而, 上帝的子女却能从这一教义中得到各样的益处。 他们越是明白自己是属于上帝的, 就越能从上帝的护理得益处。 因此, 所有那些为罪而在心中持续不断地哀痛不已的人, 那些不断逃到主耶稣的面前因他的宝血称义的人, 那些渴慕与上帝交通的人, 即使经常陷在黑暗和罪恶之中, 仍然渴慕上帝, 敬畏上帝, 顺服上帝的人, 来吧, 我对你说, 请你与我稍作片刻, 请仔细聆听, 让我的话语进入你的双耳, 更进入你的心灵。 8.关于应用上帝护理教义的劝勉 请你经常默想, 观察上帝, 在万有之中的护理, 借着信心殷勤查考。 正如观察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房间一样, 请你仔细地查看上帝对受造物及其活动的保守, 合作与治理。 当你见到早晨太阳升起, 晚上星月闪烁, 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的时候, 当你见到地上萌生万物的时候, 当你观察世上所发生的一切的时候, 当你注意到战争时期战争的成败, 以及和平时期超长之事的发生, 或事件急转直下的时候, 都要不断地操练自己, 使你自己习惯于经常性地见到上帝的护理昼夜不息。 同样, 也要训练自己, 在你自己的生活中见到上帝的护理, 不管是健康还是患病, 不管是患难不断, 一个十字架接着一个十字架, 还是得救发达, 不管是人家友好的看待你, 还是冲你发怒, 是粗暴地对你说。 话, 还是帮助你, 安慰你, 不管是有人对你置之不理, 还是试图陷害你, 反对你, 说你好话, 还是说你坏话。 诸如此类的事情, 不管是大是小, 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 仅仅是说有上帝的护理, 并且相信这是真实的, 还远远不够, 因为这样对你不会有什么效果。 我恳求你多方考察这一教义, 坚持不懈, 持续不断地观察, 思考, 使你自己对于这一教义了然于心。 如此, 你就能够觉知上帝之手的运行, 上帝借助此因做工, 而诸四因又仿佛不存在一样, 就如上帝直接成就万事一样。 如此百般努力, 持续不断地操练自己, 使自己心中对上帝的护理习以为常, 从而很清楚, 很容易地见到上帝在做工。 请你相信我, 要学会如此所付出的努力, 远比你所认为的要大。 我们的心已经习惯了无神论和各种世俗的思想, 经常使我们注意不到上帝的护理, 也不承认上帝的护理之功, 而且这会给我们带来黑暗, 拦阻我们灵命的成长。 因此, 在这件事上勿要努力, 祈求上帝赐给你更多的亮光, 使你能够专心致志, 持续不断地致力于这样的观察。 你必然会经历到 自己在各个方面都得到极大的会议。 然而, 也不要把太多的精力用于考察上帝保守, 合作与致力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 因为这样做对你会有害处, 上帝护理的方式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奥秘。 最好还是相信上帝的护理这一教义, 每一次都留心观察。 要把这一教义说清楚, 传讲给别人, 你就会发现在你人生的路途中, 会有更多的安慰和圣洁与你相伴。 其次, 不要紧紧盯住上帝的护理之行, 还当使你自己习惯于从中感受到上帝的威严、 全能、 智慧、 公义和美善。 用旌旗和喜乐的心情承认上帝的这些属性。 所有的受造物都是属他的, 所有的活动都是由他发出, 天上地上的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 不管宇宙有多么好大, 不管其中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受造物, 不管万有的活动是和其繁分繁复杂, 都是上帝在掌管一切。 但愿这种对上帝护理的确认, 能够在你心中生发谦卑的敬畏之心。 难道不是他, 而且唯独他是主吗? 难道万有不都是在他的手中, 用于支持或反对你吗? 难道万有不都是他的仆役, 以他为所仰望的主人吗? 当肃立在他的面前, 心中充满畏惧, 以虔诚的敬畏之心说, 主是上帝。 主掌权, 这是上帝所要求的, 耶和华说, 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 我以永远的定力, 用沙为海的界限, 水不得越过。 因此, 你们在我面前不战惊吗? 波浪虽然翻腾, 却不能逾越, 虽然喷轰, 却不能过去耶利米书五章二十二节。 上帝推动万有, 使一切都俯伏在他的面前敬拜他, 当我们对这一事实敛心默想的时候, 心中该是何等的甜蜜啊? 第三, 不要再依赖赐因, 不要再依靠你的财产, 力量, 智慧和能力, 不要再为你的朋友或敌人仇烦, 不要倚仗海军, 堡垒和兵士, 也不要注重这人或那人, 这种工具或那种工具, 仿佛你唯一的盼望, 就是来自他们一样。 假如上帝愿意, 他会把你对工具的依赖和期望, 一扫而空。 他会把事情完全翻转过来, 你认为拯救你的会成为祸根, 而看来仿佛是祸根的, 却成为拯救你的。 既然没有上帝所赐予的能量, 受造之物就无法移动, 他们能给你什么呢? 你到底能从他们得什么呢? 既然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是如此, 你为何还仰望他们呢? 在我身上没有这种现象吧? 此外, 依赖受造之物的帮助, 就是犯了远离上帝, 崇拜偶像的罪, 依靠人血肉的绑壁, 心中离弃耶和华的, 那人有祸了。 依靠耶和华, 以耶和华为可靠的, 那人有福了耶利米书十七章五七节。 掌握这一伟大的教训吧, 让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 仰望受造之物和各样的工具, 并依赖他们吧。 然而, 你们向主仰望一切, 审慎地把各样的工具作为工具使用, 超越受造之物, 仰望上帝自身。 这样, 你的心中就会有坚定和力量生发出来, 依靠耶和华的人, 好像西安山, 永不动摇, 诗篇一百二十五篇一节。 第四, 不要惧怕受造之物, 因为他们的行动, 并不是由他们自己发动的。 唯独上帝掌管一切, 主宰一切。 假如你与受造之物有什么冲突, 要晓得是掌管他们的上帝, 打发他们来的。 他们所能做的, 只不过是成就上帝的旨意而已。 上帝拦阻他们的活动, 使他们再次离开。 如果刀剑, 石头, 棍棒, 只是躺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 不在人的手中, 还会叫谁害怕呢? 如果是上帝的旨意, 任何想咒诅你的人, 最终都会祝福你, 本来他们想毁谤你, 却不得不赞美你, 本来他们想杀死你, 最终却要与你亲嘴, 上帝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 既然上帝是帮助你的, 你是上帝的孩子, 为什么你还惧怕呢? 因为你所有的仇敌, 仿佛是戴着令人惧怕的面纱, 但隐藏在其后的, 却是。 朋友的面孔, 他使人安静, 谁能扰乱呢? 约伯纪四章二十九节。 所以,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 虽有仇敌存在, 但我们晓得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音下, 诗篇九十一篇一节, 我们的灵魂该是何等的平静安稳啊。 第五, 对于那些伤害过你的人, 既不要发怒, 也不要存报复之心, 因为这一切都是照着上帝的吩咐, 撒末尔记下十六章十一节, 除非主命定, 谁能说成就成呢? 耶利米埃哥三章三十七节。 当然, 他们行这些事的时候, 是心存恶意, 然而主使用他们的恶行作为杖来管教你, 以赛亚书第十章。 我们一定不要像狗一样咬那向他投来的石头, 一定要往更高处看, 是上帝的手使用敌人来对付我们, 因此, 我们不要向上帝发怨言。 假如我们对所用的工具报仇心切, 或大发烈怒, 我们就是在抵挡使用这些工具的那一位。 因此, 绝不要盯住人的恶行不放, 仿佛他是独立行动的。 相反, 你们当听是谁派定行账的惩罚, 尼加书六章九节, 并且转向上帝, 是他在责罚你以赛亚书。 九章十二节 第六, 要使你的灵魂安静忍耐, 这是非常需要的。 即使是由人导致的灾祸, 也不是偶然临到的。 是的, 即使你自己的愚昧和罪恶是事情的噪音, 这也是上帝已经对你预定了的, 是他掌管, 也由他成就。 因此, 还是安静地顺服, 说, 他向我所定的, 就必做成约伯纪二十三章十四节。 九上帝的护理和工具的使用 一, 难道他不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主吗? 你对此嫉妒吗? 他是这样的主, 难道你不为此感到高兴欢喜吗? 假如有人向他那绝对的治理权 发出挑战, 你不为他辩护吗? 你想要他拿护理的链条 为你的缘故而中断, 希望他的旨意不掌管你, 而是你的旨意来掌管他吗? 假如这样, 你怎敢抵挡他呢? 还是安静下来, 让他的旨意在你身上完全成就吧? 原因就在于, 这是他的旨意。 二, 他难道不是你的父吗? 他不是在以永永远远地爱爱你吗? 请注意, 他让这样的灾祸临到你的身上, 是因为他爱你的缘故,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 启示录三章十九节。 他对你满有怜悯, 满有慈爱, 他是在你的痛苦中与你同在的上帝, 而且垂听你的呼声。 他要在他锁定的时间, 以他锁定的方式就拔你。 三, 结果就是, 他的全能、 信实和美善会得到更大的荣耀。 这会使你更加谦卑, 更加圣洁。 苦难愈深, 安慰愈大。 因此, 舍弃自己, 背负十字架, 跟随基督吧。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 不要烦躁, 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 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 真言三章十一节,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 耐性等候他, 诗篇三十七篇七节。 和大卫一起说, 因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你, 我就默然不语, 诗篇三十九篇九节。 仿佛你土降服在姚将的手中, 求他按他所喜悦的方式来雕塑你。 他会按他的旨意来引导你, 此后借你到荣耀里, 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四节。 不管是在喜乐中, 还是在忧伤中, 完完全全顺服他的引导。 蒙福的确实就是蒙福的。 第七, 正确地使用上帝护理的教义, 会使你充满感恩之心, 教导你明白, 各样美善的东西都是主赐给的, 不管是在灵魂的方面, 还是在身体的方面, 唯独主是一切的一切。 这会使你晓得上帝的美善, 信实和慈爱, 使你高兴欢喜, 赞美上帝, 向别人述说他的大德, 甘心乐意地是奉上帝。 他出于他那纯全的爱, 把他的恩惠赐给你。 有时, 他以极其显明的奇妙的方式, 恩待我们。 既然这是来自上帝的, 我们一定要以他为本,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 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 凡是谢恩, 铁撒罗尼加钱书五章十八节。 让我们不断效法大魏的榜样, 说, 我的心哪。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诗篇一百零三篇两节。 想。 一想, 我们以前的痛苦无助, 不配得到任何东西, 而主却亲自纪念我们, 就把我们, 这是何等大的恩德呀。 这使得我们心中不由的 不对上帝肃然起敬, 由衷地赞美他, 并以他为乐。 第八, 如此正确地应用上帝护理的教义, 就会使我们端正视角, 在将来一切的事情上, 都安静地信靠上帝。 肉体的激情受到抑制, 也不再惧怕十字架的重负。 那种不合中道, 滥用工具, 做兼犯客的做法, 就会停止下来, 把事情交托在上帝的恩手之中。 那时, 我们就会满足与主行事的方式, 晓得一切都会运转正常,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依靠他, 他就必成全诗篇三十七篇五节,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上帝, 因为他顾念你们, 彼得前书五章七节, 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 诗篇一百三十八篇八节。 瞧, 从上帝的护礼, 我们可以得到如此的恩惠。 因此, 凡有智慧的, 必在这些事上留心, 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 诗篇一百零七篇四十三节, 谁是智慧人, 可以明。 白这些事, 谁是通达人, 可以知道这一切, 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 一人必在其中行走, 和西阿书十四章九节。 , 感谢观看